据说将水枪通电之后 可以轻松电导人 这是真的吗 搞事二老准备使用电击枪结合一把水枪进行制作 他们首先在假人上进行了电击枪的实验 他们认为 如果想要制作一款电击水枪 那么首先水枪射出的水流 必须是连续的 而不是断断续续的 不然电流将无法从水流中到达别人身上 于是亚当和夏娃在市面上买了一款水枪 能够射出完整不断的水流 而他们也将会使用这一款水枪 结合电击枪组装成一款电击水枪 夏娃对水枪进行了一番改装 用两个水枪 结合一个电击枪组装成了一个新的电击水枪 那么这一个电击水枪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首先他们让格兰在两个水桶上放置了一个改变装置 能够测试电流的大型 之后用水枪设计两个水桶 看看两个水桶是否产生了电流 但是在电脑中的数据却显示 没有电流通过 这也许是因为水桶中的设备与人体有区别 所以才导致了这一情况的发生 如果是用这一架的 是否会有效果 但是很可惜的是 在第一次的测试中 电击水枪能够获得的电量十分微小 甚至连苍蝇都无法电死 第二次也是和之前一样 完全就不带电 难道电击水枪只能是一个假设 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做到吗 但是这替代胶终究还不是最像人体的 他们准备用羊腿再进行一次实验 这一次羊腿确实有了电流反应 但是电流反应却十分微弱 同时他们也在电流反应中发现 这些电流其实是和电阻有关的 中间的流晶的导体越长 导体的电阻越大 产生的电流也就越小 所以无论是电机器还是电机水枪 越是靠近羊腿 产生的电流也就越强大 而如果是要产生 能够对人产生麻痹作用的电流 电机水枪至少则是需要66厘米以内才行 这样的距离 显然电机水枪的作用 还不如用普通电机枪 于是亚当和夏娃来到了 百万福特闪电制造机前 准备利用闪电制造机产生的高压电 完成电机水枪的远程射击 果然在换成高压电以后 电机水枪的作用一下子就起来了 威力十分巨大 甚至能够在假人的头顶看到闪电 但是如果是想要能够达到这一种效果 首先你要有一个能够制造百万福特高压电的仪器 为了安全你还要给自己绝约 最后对方还要给你准备时间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